歡迎收看我們的病人 跳得很好 跳得好好的病人 這次同位的邀請大家 我們去看這第二張專輯 我們一聽 不准哭的一首歌曲的時候呢 就看到同位其實有蠻大的一個轉變的 因為第一張的時候就叫哇 就很接近rock trick 的一個形象 然後這次呢變成了很 demure 很 sweet a sweet little young thing 這樣大的一個轉變 之前公司有個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子 嗯 我覺得應該是 那時候是小燕姐 嗯 決定要讓我 就是換一個型這樣子 那其實那時候我覺得 也沒有什麼不好啊 然後當可愛的女生也很好啊 我也喜歡的啊 變可愛 你們喜不喜歡可愛的童恩 其實說小燕姐 她之前就說過90年代有張惠妹 21世紀有童恩 我覺得是很大很大的一個讚美喔 我們自己本身覺得如何 壓力好大 因為阿妹其實在我想歌壇當中的這個重就 我們大家都看到 對沒錯 然後我們也很努力的在邁向這個階段 嗯 對 那我自己那時候 那我聽到這一句話 所以我就覺得很開心啊 是有壓力沒錯 但是很開心 因為像 畢竟這樣好的事情還是要有人欣賞 然後欣賞這個 欣賞我年剛好是我的老闆 所以其實這是一件很 sweet 的事情 哈哈哈哈 對 畢竟當中的不准夫 很多人都很喜歡 然後當然當中的就是呃 女主角跟她喜歡的人 嗯 分開了 但是呢沒有沒有主重那個男的 就你離開我你去死吧你 沒有 沒有 就還是很祝福離開她的那個男生 希望她會過得好一點 對 然後希望她能夠找到對的幸福 對 真實生活當中的朋友是這樣子的嗎 如果有一天誰一看你真的會祝福她嗎 還是會馬上叫她去怎樣怎樣 呃 那個當下當然還是會氣吧 之後就會覺得說 呀你到 如果我們不適合的話 那你去可以去找你對的 我也去找我對的幸福這樣子 所以是非常豁達 非常樂觀的一個女生 但是在第二張專題推出的 同一時間 我們也想到了就是在去年的新加坡進去講 還有今天的臺灣進去講 對 可是我都獲得了欣人獎的肯定 嗯 當然大家也很想念第一張專題裡頭的歌 嘿嘿嘿嘿嘿 我自己也還蠻喜歡的 等一下 你為什麼要笑到 嘿嘿嘿嘿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也蠻喜歡 我想到我等一下 我第一張專題開始 然後我記得去年當我們第一次來新加坡的時候 我們在 就準備要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達到了那個默契 就是 OKOK我們要唱這首歌了 那我要慢慢的 退開了 因為這首歌的intro是0.5秒 對 應該很短 OK 所以我再慢慢的離開了當然 你要不要介紹一下這首歌 好 那接下來 我今天要唱這首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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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下一張專輯的同名稱作品 做自己 歡迎收看